台南一名女房客认为 房东一度电收五块钱真的是太贵了 因为比一般台电收费还贵上两块多 认为不合理闹上了法院 有人在外面跟房东租房子会发现 收到电费单价格比外头贵上一倍 像是以这张租屋电费单 用电117度收费585元 等于一度电就是五块钱 比正常台电收费还要贵上两块多 在台南就有女房客遇到相同情况 认为电价一度五元贵得不合理 闹上法院房东自知理亏 最后也改回正常计价 但其实不少学生在外租屋都有类似经验 外面是四 可是还是比外面贵啊 有办法学生的话又不能不住 就是一度五块这样算 那有没有说很贵吗 很贵但是很多大部分都是这样子啊 如果又碰上夏天开冷气 学生每个月就可能要缴千元电费 但其实台电公告 出租套房属于家庭用电 每度电大约2.1到3.6亿元不等 若是房东超收电价 以契约关系来说台电无法可管 但房客可以向当地的消保官检举 这死于他们的这个企业行为 我们台电的话就不愿干涉 那如果说他觉得这个电价不合理 应该是向消保官来申诉 避免房东超收电费 民众租屋签约可得先溢价 免得荷包索水 记者红西与陈衣山台北采访报导 鸡呀 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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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